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叫做黑客与画家 是一本创业类的指导书 本书的作者叫保罗·格雷厄姆 是美国硅谷的一个连续创业者 也是一位著名的天使投资人 本书一共264页 我会用大概20分钟的时间 为你说一说本书的精髓 来理解黑客与画家 这两个看着不搭边的群体 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保罗·格雷厄姆的这个人是非常有性格的 他本身是程序员出身 从小就喜欢编程 计算机玩的也是特别溜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 他主修的是哲学专业 文笔他又练得特别好 毕业之后 他的志向又变成了当一名画家 开始从头学习画画 不过后来在绘画领域混了几年 就发现这个领域实在是太难混了 最后到了肚子都吃不饱的程度 所以又绕过去 干起了他最拿手的编程 开始创业开发软件 结果这一发就不可收拾 连续创业成功 做的软件被各大公司收购 赚了钱之后 就开始做天使投资 前后投资了250多家公司 在硅谷 是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本书的名字叫做黑客与画家 这里面其实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就是说 作者本身就是黑客与画家的 双重职业的一个混合体 还有一层意思 是他代表这个时代 一小撮有点神秘 不被大众理解和关注 但是却是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一个群体 他们是给计算机赋能的 这么一帮人 如果说你认同 未来是互联网时代 是人工智能时代 那么程序员这个角色 他就是我们通往未来的领路人 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这帮人他们能玩多大 他们能走多远 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类 扶植的水平 所以说理解这帮人的想法 对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 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这本书呢 是作者的一个思想文集 一共有15篇 中间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 主要呢 就是讲了作者的一些 世界观和价值观 但是啊 他和一般单纯描写 一个人世界观的书籍 不一样的地方是 作者的哲学功底啊 在每一篇文章里面 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就是每句话 他都直指本质 很能引发观众的共鸣 下面啊 我就从黑客的成长模式 世界观和工作方法 这三个层面来说一说 这本书啊 大概讲了些啥 我们现在看看 黑客一般有一个 什么样的成长模式 黑客的英文单词是hack 它的字面意思呢 就是砍的意思 就是砍树那个砍 因为在这帮人来看呢 他解决一个问题 就像砍倒一棵大树 这个砍树的人呢 就叫hacker 反映过来就是黑客 咱们现在呢 通常是把黑客 理解成一群 利用计算机犯罪的 这么一帮人 但是最初啊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最初呢 他们就是只做事 非常巧妙和聪明的 这么一帮人 你比如说 你用数学的方式 解决了一个感情问题 一般人做不到 我们就会称你为黑客 他就是形容啊 用一种不寻常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这么一类人 后来啊 计算机出现以后 黑客他就代表那种 具有一流操作水平 具有高智商 并且具有探索精神的 这么一群程序员 一个程序员 他能称得上是黑客 他必须符合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单纯的 为了有趣 为了好玩 为了享受而做事情 他不能是被迫的 这才能称得上是黑客 不然呢 只能说他是普通的程序员 那本书的黑客 指的就是前面说的这种 具有一流操作水平 并且具有黑客精神的 这么一群程序员 那黑客 是喜欢和计算机打交道 画家呢 是喜欢和画板打交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都喜欢和物体打交道 而不是人 就这么一个特点 就导致这群人 必然会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那为啥喜欢和物体打交道 他的童年就非常惨呢 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 你上初中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学校里面呢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学习成绩特别好 但是看起来呢 呆呆的 很孤僻 不合群 还老是被人欺负 虽然说他们智商很高 但是就是不受欢迎 为啥呢 你说是因为其他小孩 容易嫉妒他们吗 其实不是 原因啊 就是在12岁到18岁 这个年龄段里面 智商在其他小孩子眼里面 根本就不重要 他远远没有一个人长得漂亮 一个人有魅力 和有运动能力 在小孩子心目中有分量 你会解一道几何题 你就是没有会打篮球的男孩子 受女孩子欢迎 你学习成绩好 你也就是没有隔壁班 长得漂亮的班花 受男孩子欢迎 虽然说大家呢 也都想让自己看起来聪明一点 至少不要那么笨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让自己受欢迎 那怎么让自己受欢迎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结盟 小伙伴越多 我就是越受欢迎 那我怎么找到小伙伴呢 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 哪怕没有这个敌人 他也要想象一个 结果呢 就是那些看起来呆呆的 不合群 大家都不知道 他平时想什么的聪明小孩 就被别人想成了假想的敌人 那你可能会说了 要是这些小孩真的这么聪明 那他们为什么不花点心思 让自己受欢迎呢 这恰恰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特点 他们的心思 通常就不在人际关系上面 他们的心思总是盯着物体上面 或者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这就有点像成年人的思考方式 所以说这群小孩在12岁到18岁的时候 通常过得就特别惨 但是在成年以后啊 在这个只关注结果 弱化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哎 他们就开始变强了 他们通常呢 都有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可以制造出某个具体的东西 这就要比整天只关心 自己怎么被别人喜欢的小孩 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他们一开始就在玩成年人的游戏 他们不断的想要自己变得聪明 而不是变得漂亮 可以说 他们都是从小就谋划着 做大事情的这么一群人 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黑客的这种成长经历啊 就导致他们在思考方式上 和咱们普通人很不一样 首先呢 他们的性格特别的叛逆 不守规矩 他们对自由的需求啊 会比其他人要大很多 比如说一个顶级的黑客 你是收买不了他的 因为他本身就不缺钱 你可能会质疑了 这些程序员有那么赚钱吗 不就是写写代码 在键盘上悄悄打打 做个软件 做个程序 怎么就动不动 估值几个亿 是不是说他们这些 互联网上的人 整天在这吓吹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 那可能你就是 误会了财富的本质 财富的存在 和咱们人类的出现一样长 但是钱呢 它只是我们人类 出现贸易的时候 才出现的 我们现在有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财富 比如说食品 衣服 房子 车子 任何人们能够使用 拥有的东西 都是财富 意识到钱不是财富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所有人都想赚钱 但是有一句话呢 大家都会认可 就是越想赚到钱的人 他越赚不到钱 为啥呢 因为这些人的目光 他不是盯在 真正的财富上面 真正的财富 就是你创造的东西 你能给社会 带来的多余收益 而一个黑客 一个画家 他们工作的本身 就是在创造财富 程序员敲出的 每一行代码 画家画出的每一笔 就是财富本身 他们就是拥有了 直接从无到有 创造财富的技术 拥有技术的人 和没有技术的人 在收入差距上 当然就会越扩越大 这就是社会 一个大的总趋势 以前农民有牛耕地 结果拖拉机出来以后 让生产效率 提高了六倍以上 这结尾出来的人力 物力资本 自然就会流到 拖拉机的发明者 和那些会使用 拖拉机的人手里 所以技术 是有杠杆效应的 贫富差距在未来 还会越来越大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你可能会问了 那我们这些 不懂技术的人 怎么办 难道就永远 摆脱不了贫穷吗 政府也放人不管 任由这种贫富差距 不断扩大吗 这就要看 你怎么理解 差距这个词了 你觉得差距 可能它只是 银行户头上的 数字差距 而生活品质上 你和富人之间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这就是我们社会 又一个大的总趋势 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 的生活质量 会越来越接近 你比如说 你可能一个月 工资四五千 但是你过的生活 却和富人 没有你想象的 有那么大差距 富人她每天出门 开劳斯莱斯 雇个司机 你出门也可以打车 也有专门的司机 富人雇几十个厨师 专门给她做饭 你也可以叫外卖 几百家餐厅 也等着给你做饭 富人一件衣服 一个包包几十万 你在淘宝上 买个几十块钱的包包 一样也很漂亮 不看牌子 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有了程序员 他们设计出来的 这些软件 越来越小 就像本书的作者 他赚到钱之后 账面上有几十个亿的资产 他怎么办 他就只能转身 做天使投资 再把这笔钱 再分配出去 来扶持年轻人创业 他自己是花不掉的 说这些 并不是为了 给咱们心理安慰 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现在 穷人和富人的生活品质 差距在越来越近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一种 比较轻松的 脱离生存压力 脱离原始恐惧的 这么一个心态 去赚钱 去制造东西 去提供服务 用这种心态 创造出来的东西 很可能才是 人们真正需要的 那为啥说 这些黑客 总是能发现 我们的需求呢 我们怎么思考 才能和他们 一样找到机会呢 这里啊 坐着给我们 一个小技巧 就是 找到不能说的话 这就是黑客 总是能打破 思维牢笼的一个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个时代 都有思想禁忌 而这些禁忌呢 是大家都不敢想的事情 你比如说 十六世纪的时候 日新说 它就是一个禁忌 大家都认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布鲁诺 他就做到了 虽然说 他的结果呢 是被烧死 但是至少他敢想 再比如说 十九世纪 是神创论的天下 进化论 当时就是禁忌 但是达尔文就敢想啊 再比如说 现在二十一世纪 谁能够想到 把电脑放在手机里面 乔布斯就敢想 谁又能想到 把火箭发射出去 再收回来 马斯克他就敢想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发现了一些 看起来是异想天开 一说出来 大家都炸毛 思想上连碰都不愿意 去碰一下的想法 那些真正的创新和突破口 说不定就在这些地方 那如果说你在思想上 总是能够突破这些禁忌 你要不要到处给别人说呢 作者的建议 是你最好不要 要是你真的这么干了 哪怕你是对的 你也很有可能会像 当年的布鲁诺一样 被其他人绑到广场上 一把火给点了 换现在的说法呢 就是在网上 被一群人用口水给淹死 其实呢 没必要这么做 这其实就是一种脑力操 就像你运动以前 需要热身一样 需要把胳膊腿 最大程度的拉开 这样你在跑步和运动的时候 才能跑得更快 思想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总是能发现 人们思想上的边界 禁锢 并且总是能在思想上 打破他们 那么你在面对 一个小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很轻松的跳出来 这就给你提供了 更多的思考角度和可能性 用别人忽视的角度 去看问题 那这样呢 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优势 好 那现在呢 你可能要说 那我要大干一场 我有钱 我有技术 怎么样才能像黑客一样 做出一个又漂亮 又好用的东西来呢 作者就给我们几点参考标准 就是一个产品经理的自我修养 这也是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 怎么样做出一个优美的产品 这里说的是一个优美的产品 优美这个词 在各个领域它都通用 你比如说 数学家的公式 就可以用优美来形容 比如说作家的一篇文章 他也可以用优美来形容 我们所有人都在不遗余力的追求美这个东西 美呀 在大家看来呢 是一个很虚的概念 但是对于一个程序员 对一个画家 对一个设计师来说 美它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它得在产品上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 美呢 它没有好坏之分 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你觉得美 那就是美了 每个人对美的理解都不一样 但是呢 美 它是有高下之分的 你比如说 把一个画家的第一幅画 和二十年以后的话 放在一块对比 你立马能感觉到差异 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能承认 确实存在比这个设计 有更高级的设计 那么你的品位 就开始变化了 一旦思考这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 优秀的设计在许多学科中间 有一些共同的规则 作者呢 就给我们总结了十四条标准 我呀 挑其中最典型的七条 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条 好设计 都是简单的设计 其实各个领域 都有这样的特点 你比如说在数学里面 最简短的证明 往往它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简单的公式 它往往也是最漂亮的公式 你比如说你看 爱因斯坦的公式 E等于MC的平方 简单的一个公式 就解释清楚了 能量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特别难 你比如刚开始的新手 他都是喜欢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 这个新手 他就喜欢用长句 一句话加 很多的形容词定语 就根本不像 他平时说话的时候的样子 那他为了什么呀 他就是为了显示 自己有文采嘛 再比如说 刚刚入行的理发师 他就喜欢把头发 弄得跟沙马特似的 五颜六色的 他为啥这么干呢 他就要显示 我是干这一行的 他其实呢 就是为了演示 自己是新手罢了 第二条 好设计 它都是永不过时的设计 以永不过时 这个目标 来设计产品的时候 就可以避开潮流的影响 当然呢 这个也很难做到了 任何东西 它都会过时 但是这至少呢 是一个可以靠近的目标 那怎么检验你的作品 会不会容易过时呢 其实很简单 测试一下 他对上几代人 有没有吸引力 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 如果他们都觉得 哇很酷 那很有可能啊 这对于2000年以后的人 也会具有吸引力 第三条 好设计啊 都是具有启发性的设计 你比如说红楼梦 每个人对红楼梦的理解 都不一样 因为它不是单纯的 在写故事 它是一个谜 它不断的通过埋伏笔 设计线索让你猜 这本书啊 它就做到了 让用户自己去创造 自己发挥想象力去脑补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产品就具有 非常大的吸引力了 第四条 好设计啊 它都是有点趣味性的设计 这条规则呢 并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 都成立的 但是最好的设计啊 它都是看起来很有趣 那为什么 这个有趣这么重要呢 因为幽默感 就是强壮和自信的表现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原始人 在和一个老虎搏斗以后 满身是伤 这个时候呢 回头看看后面的姑娘 笑一下说 这个花猫真不好对付 你想想啊 这个对姑娘 能产生多大的吸引力啊 所以说幽默感 它就跟小鸟是一样的 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看待周围的一切 这个在设计上 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设计啊 它不一定有趣 但是很无趣的设计 它一定不是个好设计 第五条啊 好设计啊 它都是艰苦的设计 这也是做着本人 一直奉行的一条规则 就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挑男的那件事情干 往往就越容易 你比如说在绘画里面 肖像画 它通常呢 占据很高的地位 比如说摩拿丽莎 这个不是因为肖像画最常见 而是我们天生啊 就非常善于观察别人的表情 画肖像画的画家 它就必须加倍努力 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 你比如说 你要是画一棵树 那你歪点就歪点了 也没什么 对吧 但是脸不一样啊 你歪一点 别人立马就会感觉到 所以说 做设计啊 如果你觉得很轻松 那用作者的话说 你很有可能就是在浪费时间 第六条 好设计 它是一种再设计 这条规则 是所有做原创工作者 都知道一条铁律 好文章都是修改出来的 好雕塑 它也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但是很多人呢 他就突破不了这一点 一开始就用完美主义的 不切实际的想象 他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 面对第一幅作品 那种不满意的状态 所以呢 他们就永远开始不了 不管是写文章 写代码 画画 开始的时候呢 都得有草稿 这是一个出发的地方 是一个完美作品的开头 不管它有多烂 它总比没有开头 要好一千倍 第七条 好设计 它是能够复制的设计 最伟大的大师 他都会达到一种 超凡的自我境界 他们的目标呢 就是找到正确答案 做出好产品 只要是好的创意 就拿过来直接用 根本就不担心 自己会失去原创性 而且新手呢 他就往往没有这样的自信 但是呢 往往会避开这个 避开那个 他就怕别人说自己抄袭 你看乔布斯在这一点上 做的特别到位 他的名言就是 对于优秀作品的抄袭 我们从来都是厚颜无耻的 这些规则 在任何领域都普遍使用 只要是靠手艺吃饭的 做原创的工作 都可以拿这些规则 来和自己的作品做对照 一定会给你的作品 带来帮助 实际上 通常一个伟大的设计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为了修正 设计师眼中 很丑的东西 他本质呢 其实就是一个品位很高的人 他在看到一个东西之后啊 心里冒出了一个声音 就是哎呀 这个东西太丑了 他肯定能做得更好 然后就动手去做 或者说让别人去改 所以啊 一个人的品位 就决定了 他能不能发现丑 他发现丑的能力 就决定了 他能不能发现商机 如果说他才具有 实现自己品位的这种能力 那这个时候 一个伟大的作品 就会出现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呢 主要讲了 就是黑客这个群体 由于啊 他们天生喜欢琢磨事 喜欢和物体打交道 这就导致 他们通常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但是这种特征啊 在长大之后 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优势 他们通常能造出 能改变世界的东西 这些黑客 通常会用找到思维禁忌 去找到不能说的话的方法 去专门锻炼自己 打破常规的能力 他们对自己的作品 要求普遍都非常高 他们通常能够创造出 符合普遍规律的美的东西 因为他们的技能 抓住了财富的本质 所以说他们通常赚钱很容易 而且他们拥有的技能 在未来会自然而然的成为 我们所有人的领路人 看到这儿呢 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怎么赚钱 学黑客和画家一样 把目光从前上移开 用他们那种高要求 高品位 高水准 要求自己 直接创造东西 创造让人们生活更方便 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 你还用去找钱吗 根本就不用 钱会过来找你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